接下來上個照做的東西 這裡是沒有內容的 因為就一句話就解決了 波浪就是所謂的海水的起伏 然後呢它是怎麼來的咧? 風吹來的 所以叫做風平就會如何? 浪靜無風不起浪 所以就只有一句話 藝科基本上就只教一句話 叫做波浪誰來的 風吹來的 風越大浪就越大 因此 颱風逼近的時候就有大浪 因為颱風來的時候浪會比較 風會比較強所以浪會比較高 冬天有強烈東北季風 也像帶來大浪 還有所謂的長浪湧浪 還有什麼風狗浪 風狗浪就是平常在說 就是站在礁石上釣魚 看起來平靜無波 突然趴太大就打起來 再看完然後大家看進去 這就風狗浪 突然蹦下來的這樣情況 所以就是這樣一句話 這個是畢科老師教的 這個是理化老師教的 理化老師教 波動能傳遞能量 船地波行但是戒指不會前進 所以呢 波浪不會使船隻前進 這個是理化老師教的 理化老師教的 考過了這也考過 但是算是理化老師教的 那這個浪就會打上來 就有很多輕蝕啊 什麼什麼的現象 所以呢我們就會要有所謂的 重型消波塊記得嗎 把它的輕蝕能夠減少 那這個叫做 船到海岸前水變淺呢 波浪會破碎 那古時候你的學長 考 復習考的時候考過啦 可是我做沒有教啦 就是 波速啊 是深水跑得快 潛水跑得慢 所以變淺 就前面變慢 後面還快就融 堆高 然後踏踏打下來 碎浪這樣子 看一看就好了 不重要 這個是有關於波浪的輕蝕 所以沒內容 沒內容 下一個就是 我現在教你 只是跟你提一下 名詞介紹一下 現在就先背 正式教是在 第三段考 教天文的時候 就叫做 潮汐 潮汐 在天文的時候教 那現在只是給各位看一下一個動畫 一個影片 然後就結束了 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潮汐變化 因為受到太陽和月球的引力影響 使得海水的水位會產生升與降的變化 我們稱為潮汐 海水面上升的過程稱為長潮 當水位長到最高點時 則為滿潮 海水面下降的過程稱為退潮 當水位退到最低時 則為乾潮 滿潮和乾潮之間的水位差 我們稱為潮汐 台灣各地每天約有兩側的滿潮和乾潮 而潮汐的掌退情況 會受到海岸、海底地形 以及地球自轉的因素影響下 而有所變化 這裡面所講的內容 我們單會都會再提到 他們都會再提到 中央氣象很吵 好 講了一首詩 為什麼一月都有60回 因為一天有兩回 好 就要講了一首詩 為什麼一月都有60回 一天有兩回 可以打個幾點 可以打個幾點 應該都好 然後 它就應該從二十門走 對 還沒轉什麼 沒有轉到很多 然後 如果 駕駛子要打這個 竹文你先可以再上次幾點 然後 兩次 今天連五十分鐘到 我在想一次 這個重點 好 然後那這個後面是 駕駛 要儲lave底下 這個沒有車子 這個叫超殺 然後這裡的高速點和台灣的西邊的重度 然後讓人打 就往闖過 然後要對你 連續一下 來 這邊檢視它的原因 我上次會另外檢視 好 因為盈利的減 它就是盈利的關係 簡化的說就是盈利的關係 所以會造成深深降降 越球離我比較近 所以越球膝比較大 它要講以心理我上次不用以心理解釋 然後就要告訴你可能大槽 或是排水深的這邊 叫它這邊比較大槽 什麼時候大槽 縮跟望 當然會血比較背 身的比較高 降的比較低 叫做大槽 身的沒有那麼高 降的沒有那麼低 叫做小槽 或是小槽 就是小槽 小槽在上弦跟下弦 待會兒要被搶 然後要背 小槽 在上弦跟下弦 待會兒要被搶 然後要背 毛澤哥 最後一子爆槽 這是台東來的時候 海水 然後還有踩叫聲 好 好 今天就先給你簡單的介紹一下潮汐 然後一些重要的名所 我待會就會講 你就先備好 細節內容是等到第三次段考教天文的時候再說 就是讓你了解一下 就這樣子 所以這裡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OK